阿姨们知道吗 千万别在法国随便收陌生人的礼物 否则你可能会看到这样的画面 这件事是这样的 前段时间累坏了 这两天我们一家老巧出了趟门 去感受一下那对法国夫妇送了三天两夜的神秘小礼物 结果刚到的地方 就迎上了一个法国老闷 说她是我们这三天的四月相当 一边给我们发着门卡和手环 一边跟我们说 最后还递给我们一张卡 说这三天葛这所有的消费都可以用这个 全部免贷 这几天西边可以随便买东西 来 太棒了 不用排队太损了 为什么要排队好久 来一个半小 赶上了迪士尼三十公里 我正想着这肯定没有天下道馅饼的 它这个一定有条件 紧接着果不其然 老闷说其实这次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要给我们 就是我们必须在三天内吃遍整个园里的所有餐厅 然后让我丈母娘给出一点小小的建议 这也叫业务 这难道不是福利吗 就这样 我们一家人开启了为期三天的疯狂逆施之旅 这头一天的时候 倒是早中晚三顿 顿顿不拉 吃的东西也确实不错 又新鲜又新颖 边吃边跟几家餐厕的大师傅取了取经 感觉一切都那么美好 你今天不认得怎么样 妈妈 还要铺腾 不到了第二天 事情开始有点不对劲 因为我粗着的算了一下 要想在时间结束之前 吃完这十几家餐厅 这一天三顿的频率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乎我们就走两步 吃一度 留着两度 又一顿 吃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 实在是吃不动啊 你男生也算了 男家嘛 这下味道 你要一半吗 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来吧来吧 谁认识你 就这么三天下来 我反正已经是吃短片了 朋友们 你们说我将来 有可能把餐车开到这儿吧 大爷们知道吗 我在法国一个新的集市里 卖了一天刀销面 结果现在有点走不了了 挺这样 前两天休假回来以后 接着出摊 这股集市的管理员大爷 看我们回来了 赶紧过来找我 说有个事情让我帮个忙 原来大爷马上就要退休了 最近正带着个新徒弟 接替他做管理员 这两天啊 就在旁边的另一个集市里练手了 不过因为是新来的 性格还有点内向 跟他去老三家跟抢 说话就没啥分量 总也没人听 就跟我们商量 说能不能上那边去干两天 好让他能快点搁这立住脚 这样他独底好跟人说啊 是他给集市新拉来的网红店 我和我丈母娘一商量 大爷平时确实没少照顾我们 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 第二天一大早 就过去那边把面摊织起来了 本来想的 是搁这意思两天就回去了 压根也没指望 会有多少人过来尝尝 结果这锅里做的水还没等开呢 就过来给老大爷 上来就跟我说啊 你们咋跑这来呢 嗯 大爷说几个月前 我们刚给K哥那边出摊的时候 他给我们摊上打包过一碗 这给他吃的 到现在都忘不了这个面的名字 结果没过两天 就再也找不着我们了 今天偶然间路过这 又撞见我们了 说高迪要给他再来一碗 我一看好家伙啊 竟然还真有人就认我这西红柿鸡蛋的卤子 结果当天中午啊 就好像消息跟这边传开了似的 都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人 没一会儿就开始排成队了 还全都点名要西红柿鸡蛋 看上头天晚上特意准备的那一大锅牛肉臊子 我和我丈母娘都有点懵了 没人要 没人要 把整个一锅 咱吃 我吃 不过看这个架势啊 等我出摊的时候啊 今儿的影音额肯定漂亮 趁这会功夫啊 再给大家搞点粉丝福利 趁现在苹果13占价 我特意联系拼多多啊 又搞了一批全新的苹果13库存 国行正品全国联保 不用砍价 纯品首付 但颜色随机 还等啥双十一 大家快说评论区链接直接抢 链接可以点开就还有名额 就这么眼瞅着 一拨接一拨的人 不到仨重头 败了的面 卖个流干净 全家人谁也没想到 这第一次来这儿就这么火爆 放下来就一个中午啊 就轻松超过了之前的小目标 搞得我现在都有一点舍不得回去了 可得我得赶紧问管理员大爷 他到底是啥时候退休 哎你们知道吗 我就跟法国去了个新急事 帮了个忙 结果现在是天天爆满 忙得连喝口水的工夫都没有 事实是这样的 上次我们一家 把小面堂搬到这个新急事里来 帮管理员大爷的徒弟撑撑撑炒面 结果意外的轻松拿下一个小目标 让我们全家 现在每天都是满满的动力 吃完的 精神同分 听我说吧 晚上才 我才今天三十六 这一大早 刚把摊直起来 就有几位昨天来打过包的又来了 上来就跟我说 一问才知道 人家这几位 都是个对面办公楼里敲带码的 几个人等面的时候 其中一位闲得没事 就使手机上网查这刀削面的介绍 结果看到说 在很久以前 在山西 有削面大师把自己剃成光头 然后把面放在头顶 俩手左右开工一起削面 只可惜 后来这手艺就失传了 现在变成了坊间的一个传说 这哥们一边给他同事讲 一边还给他嘀嘀咕咕的 对面超市的收银小哥 几分钟以前刚过来买过一碗 这会又掉掉的过来 说要再买四碗 就是因为刚才那碗拿回去了 被他几个同事 一人两筷子就给分了 自己一口没捞着不说 还被打包过来 帮他们再打包四碗回去 就这么轻松加愉快的一个众头 一个小木标就又入了仗 这一眨眼 从第一次出塌到现在 已经三个多月了 虽然整天风吹日晒了 但我们一家三口都没被晒黑 这多亏了我喜欢买的这款 克兰黎维C精华 这个精华 在法国也是个挺出名的狠货 不得不说 法国的护肤品做的确实不错 这个精华浓度高配方好 用完第二天 感觉整个小脸亮的放光 以前晒出来的那些小点脸 现在又快没了 现在我家里都是几盒几盒的存 出摊的时候 时间已经有新的商户 过来跟管理员打问 我们这个摊位的租金价格了 管理员兄弟跟我说 真的是感谢我们 愿意过来帮他撑这个场面 他现在已经敢很硬气的 跟新商户讨价还价了 我一看这要走了 多少还有点舍不得 算我丈母娘跟我和我媳妇说 咱既然说了是来帮忙的 那就潇潇洒洒的来 坦坦荡荡的回 好歌局 好心疼 就这样 我们就又回到了 自己原来的那个 露天的小集市里 又过了一个多礼拜的阴雨天 这气温呢 是一场秋雨一场寒 再这么下去啊 还没等我餐车做好呢 我们一家人啊 还得动出个好打来不可 再赶紧想个办法才行 结果就和这个时候 集市的管理员大爷联系我 说有个事要跟我谈谈 朋友们 你们说他这次又要找我干啥呢 哎 你们相信吗 我用一碗酸辣土豆粉 治好了法国集市小哥的衣某 是这样的 我们一家回到原来的集市后 我听他一大早去银行 把餐车三次分期的第二笔 款给付了 付完以后啊 感觉这餐车离我们 就差这最后一哆嗦了 不过离餐车完全造好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要是按现在的天气转冷的速度 我们一家 给这露天的集市里 是肯定熬不到那个时候的 所以经过一番商量 我们一家人决定 再出最后一天摊 就暂时些夜回家 等餐车完工 茅厚了一个中午 送走了最后一波客人 我们开始准备自己的午饭 整晚热乎乎的土豆粉 暖和暖和 一边坐着 一边瞅旁边卖点心的小哥 今天情绪好像有点低落 我丈母娘就给他也盛了一碗 小哥缩了两口粉 总算挤出了点笑容 我丈母娘一看 打着还愁眉苦脸的 结果这一问 小哥的情绪一下就绷不住了 说他来这个急事 也半个多月了 可生意是一点起色都没有 有时候张罗一天 还赚不出一顿饭前来 问我丈母娘 有没有啥诀窍 能传授给他两招 我丈母娘看这孩子都快抑郁了 说做饭这个事 他这么多年总结下来 无非三点 原料新鲜 手艺咸熟 调料考究 这前两条都靠的是吃辛苦 外人是帮不上忙的 不过这第三点 就要擦亮眼睛 找对调料 像我们平时做的牛腩卤子 还有他刚刚吃的土豆粉的酱 其实味道全靠 这好人家的手工牛油火锅底料 像我们离家在外已经头久了 难免会想念正宗的火锅味 他家是国民老品牌 这牛油砖块 颜色油润红亮 一看就是真材实料 一料多用 能煮粉煮面 还能做腊卤冒菜麻辣烫 经典麻辣香 味道正宗 吃了还想吃 而且出口好多国家 连个巴黎都能买着 出摊的时候 管理员大爷赶了过来 大爷说上次我们出面 去给他徒弟撑场面 我们回来后 每天被动得嘶嘶哈哈的 他都看在眼里 他们师徒两个人 就一直在帮我们找地方 终于在一个 很好的区分的室内机事里 找到了一个 正在对外竞拍的空位置 要知道像这种室内的机事 平时根本就没有空位 好一点的位置 转让费 一点不比一个小餐馆便宜 大爷接着说 他已经动用了 他在帮老伙鸡们的所有关系 这个位置 现在谁也拉不走 就免费给我们一家人用 之后天气好的时候 就还在这排配他们 下雨阴天 就转去那边的室内 直到我们餐车造好的位置 这是他退休之前 能帮到我们的最大限度了 朋友们 看来我这小面团又要转移战场了 不知道是那边 还会发生什么好玩的事